CES首日在台灣時間1月6號登場了 雖然美國拉斯維加斯有一點陰雨天 不過裡面的展覽卻是熱鬧登場 聚焦杯館主要會有智慧程式 還有數位醫療甚至是車輛的先進技術 其中最大的一個重點就是AI機器人 嗨 我想要泡泡泡 對 你喜歡的味道 客人點單玩機器人亞當 當起手搖杯的店員 只花一到兩分鐘就能完成一杯飲料 不只飲料店員 亞當還能擔任Bartender 咖啡師 一積分式三角做出和真人一樣的動作 重點在這裡 它其實是有六個關節 那六個關節它可以180度轉到後面去 而AI機器人也不只能在室內工作 甚至可以走上街頭 送餐機器人相當的普遍 不過可以走到道路 這還是目前的第一台 它不僅可以辨別道路上的紅綠燈 甚至也可以爬坡 也就是說未來在馬路上 外送員有可能也會AI化 號稱全球第一實際能上路的送餐機器人 時速最快可達10公里 最陡能克服15度的坡度 現在受到這個COVID-19的影響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也因為是少子化 所以現在的像這樣的人力 其實相對是不夠的 所以以後用這個機器人 來取代能力的部分 這個部分會變得越來越普及 除了AI機器人 還有車輛的先進技術 提供移動新想像 就像捷運其中一階車廂 可以是汽車 電梯 甚至還能是移動式的辦公室 私人 休息包廂 未來生活勞動靠AI機器人 移動則有先進技術 車子不再只是代鋪工具 而是成為新的私人空間 完成生活所需大小事 TVBS新聞成功一 蘿維新 在美國拉斯維加斯報導